难道不能对员工好一点 再加许员工多一些吗 举着大大白布条 要求长荣加薪改善顾劳航班 长荣劳资双方9号上午 再度展开恶度协商 但会议还没开始 工会就已经先强调 不排除采取罢工 空服员会不会罢工这问题 取决于长荣公司 有没有给出合理的方案 我们希望今天 公司可以给出我们合理的方案 布满外站金贴 比华航的空服员少两美金 劳方要求长荣比照华航的标准 还要提高外站的休息时数 也要求公司开放员工 选出代表劳方的劳工董事 那其实在薪资的部分 长荣的薪资其实在空服员 它是远低于华航空服员 将近一万块左右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就是有提升 然后甚至是可以补足的这个部分 那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希望外站的休息 是可以提高的 公司会是最大的诚意跟善意 跟工会继续协商 面对劳方威胁罢工 长荣代表仅低调说会尽力协商 而桃源市府也强调会尽量的协调 避免罢工的情形发生 如果说调解不成立 要采取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行动的话 那当然市政府这里是予以尊重这样 那当然我们也会尽力的去协调双方 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团结 战斗 战斗 老方强调长荣的获利明明就比华航好 没有理由不提高员工的福利 而到底长荣会不会出现首次的罢工行动 就等协商的结果见分小 记者刘志展聊一次桃源报道 这是 我